总统府公布新年春联 上面写字字冉冉欢喜新春 民众看得一头雾水 对字字冉冉这四个字不太理解 台湾文学馆馆长廖正复PO文指出 上连的字字冉冉跟下连没对仗 评则也不对 是前所未见语意不通的句子 事实上燃燃本身没有上升的意思 是行径的样子 也有逐渐缓慢的解释 总统府表示春联是 以用字文学家赖和的诗词 但随即又遭作家虚文卫发文 转播赖和亲笔手稿 原来是字字游游幸福生 欢欢喜喜过新年 并非字字冉冉 基本上当然我们就是以 赖和基金会他们正式的出版品 然后和他们采用这文字为准 虚文卫指出赖和文集出版时打错字 总统府没查证就书写复印 府方被指证还变称无误 简直是连三错 作家张大春也讥讽 人家字字游游 你字字然染 还发明荒腔走板的说法 总统府未免太自由了 春联印了25万份 要不要真的发下去贴满全国 成了小英新年第一个新难题 记者黄家伟周世平台北报导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让爱飞扬